好 俄乌战争产生的能源议题的争议 那么现在欧盟G7以及澳洲 他们是达成了俄罗斯油价的上限 每一桶是会订在60美元 那么原油的交易价格最新的是67美元 估计来到了2023年初 日减是50万到100万桶 那么现在订出了这个油价的价格之后 到底是对谁比较有利 对谁比较不利 我们就来看到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就说订定这个二油的价格上限 是对于中低收入国 其实帮助是比较大的 而G7他们的构想是什么 他们是希望说降低俄罗斯 靠着卖油这样子的收益 可以溢注于入侵乌克兰战争 也希望说减少二油的出口 避开国际油价的飙升 也就是说尽量再减少太过仰赖 俄罗斯的这个石油的能源 另外华尔街分析师也提到说 这其实是不利于西方的消费者 因为俄罗斯是自有船只来运送石油 还有中国印度买家 他们也是能够购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